这个单元要说明收款注意流程 1.限销收款流程 销后时立即收到客户现金或汇款时 我们称之为限销收款流程 2.应收占款流程 月解客户当月底收到客户或缓时 针对应收占款整批冲胀动作 称之为应收冲胀流程 3.应收客户款项时 会产生预缩款 等待下次冲胀时 再取用预缩款冲销 我们称为预缩款及冲胀流程 接下来看销货到钱款的步骤 在ERP系统中输入一笔销货单 系统就会自动产生一笔应收占款 等到月底列印金管单对客户签款 当收到客户占款时 再执行应收冲胀作业 这就是完整的销货结账流程 假设我们收到A客户六千元汇款 及一万元支票 实际操作一次冲胀步骤 首先按新增按钮 选择要冲胀的客户编号 再选取冲胀业务人员 点击单据汇入钮 这个时候系统会将这个客户所有未收的单据 全部载入到下面的表格之中 下一步点选收款资料分页 选取汇款项目 输入六千元 并确认收款日期后按送处 完成收款登录动作 接着再点选票据 资料分页 输入收款日期 金额及到期日等票据相关资讯 一样送出 完成票据登录动作 如果有票据系统 也会同步到应收票据作业中呈现 以利后续票据处理 当完成上述收款登录动作后 可以点选自动冲销按钮 系统会从最早单据开始往下冲销 一直到收款金额等于零 如果收款金额是针对某几张单据来做冲销 就需要由使用者自行在单据上的 冲销金额输入又冲销的金额 最后按存档就完成应收冲销 以冲销的单据将不会出现在 下次的对账单及冲销作业 为了方便使用者可以快速对账 可以直接点选单据号码 系统会自动开启一个新视窗 对应到原始单据 如果输入资料有问题 你可以直接编辑或删除冲销内容 系统会自动更改原始单据的充胀性 保持资料的一致性